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給大家帶來一個極速教學 我現在想要做一個新的虛擬角色然後控制它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製作角色軟體叫做Character Creator 這個東西 然後呢我就上網找到一個它的官方的教學 就是它教你怎麼樣把這個製作好的角色導入至這個Unreal引擎裡面 然後運用這個iPhone上面的一個叫做LiveLink Phase的一個軟體 你可以進行一個這個角色的控制 比如說得到的結果它是像這樣子 但我之後自己嘗試發現呢 沒有辦法像這個影片當中的效果一樣好 那我就懷疑是這個版本的問題所導致的 那這個教學的版本是Character Creator 3.4 然後Unreal的版本是4.26 那我今天這個教學的目的呢就是要 教大家如何在Character Creator 4以及Unreal 5的版本下面 成功執行它這個教學的內容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首先呢在這個Character Creator 4裡面 假設你今天已經做好一個這個角色 我今天是使用它預設的這個其中一個角色來進行一個示範 好那原本的話 那原本的話 你要先進來這邊 我們要做一個設定 你要到它的這個 Actor下面有一個叫做 Facial Profile的地方 你點進來之後它會顯示這個畫面 然後呢 這個Facial Profile是控制它這個角色的表情的一個東西 然後呢它預設是這個 Extended CC4 Extended的一個 Profile 那這個怎麼確認呢 你可以在右邊這個Modify裡面的這個 Edit Facial下面按下去可以確認這個 Facial Profile 預設是這個CC4 Extended 那我們第一件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改掉 我們要改成什麼呢 我們要改成你往下拉之後 會找到一個叫做 CC3 Plus Traditional的一個東西 的一個Facial Profile 那我們第一件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原本的這個Facial Profile 有用新的這個應該說用舊的這個CC3 Plus 去做進行一個替換 好那這邊我們就預設就好 我們就按Apply 好那Apply之後你可以看到說 左邊這個Profile已經變成Traditional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已經更改完這個Facial Profile 那這個部分呢就 Character Creator裡面要做的變更就是這一點 就是我們要把Facial Profile改成這個CC3 Plus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導出 那導出的過程就跟 剛才那支教學影片一樣 我們是要File Export FBX 然後Close Character 然後因為我現在用那個試用版 所以會有這個警告 我們不用管它 然後呢 輸出的地方呢我們要調整的是第一個這個地方 我們要調成Unreal 然後接下來這邊Pose的地方 我們調成Current Pose 然後最下面這裡我們要Bake Diffuse & Speculate 這個東西 然後按Export 然後OK 然後我們就選一個地方 就Export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是已經導出了 那我就省略這個步驟 好那這部分就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要在Unreal裡面設定這個角色 好那我們打開Unreal 這個是版本5 然後我們打開 首先我們要安裝一些Plugin 讓它這個Unreal可以讀到剛才建造的那個角色 好那第一個Plugin是這個Auto Setup 那這個的話可以在Reolution的官方網站上下載 就是Auto Setup for Unreal Engine 就按下載然後安裝 那安裝出來之後 它會是一個 對它安裝出來之後會在 就是Program Files Reolution下面的 SharedPlugin裡面的這個Auto Setup裡面 好那這個東西呢就是 就是你要把這兩個文件夾複製 然後複製到你的Unreal Project裡面 你就在這個地方 就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部分呢 就設定先完成 那接下來呢還要安裝其他的Plugin 我們要安裝這個 就是臉部動態捕捉的Plugin 那Plugin的安裝方法是到Edit裡面 Plugin我們可以在這邊安裝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這個 首先LiveLink這個東西 好那接下來我們還需要兩個 Apple的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動捕是Apple 這個 這個 App Store裡面的一個叫LiveLink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安裝這上面兩個 Apple ARKit跟Face Support這兩個東西 那記得安裝之後呢 我們要按這個Restart Now 然後讓它重新啟動 然後來 就是更新那個Plugin這樣子 好那更新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就OK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在這邊Import 或者我們剛才的那個Character 剛才新建的那個角色 那我就按右鍵 比如說我就生成一個叫做 Kamellia的一個文件夾 然後呢我們可以按這個Import 然後呢我們找到剛才的 這個角色的地方 那點FBX我們把它Import進來 那Import的時候有幾點需要注意 首先這邊我們要改成ExecueShader 那這邊的話教學都跟 原本的這支教學影片一樣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在Mesh的地方 我們要打開這個Advanced的地方 然後Use T0 as Refles and Import Morph Targets 這兩個地方要打勾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可以Import all了 好那Import的話會需要一些時間 我們稍等一下 那前面的步驟呢 那前面的步驟呢 就是除了一開始的這個 Character Creator 輸出這個檔案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Facial Profile 改成這個CC3加 Dentraditional以外呢 其他都跟原本的教學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們這邊稍等它一下 好那在等待的同時呢 而且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用的這個 臉部的動態捕捉軟體叫做這個Live Link Face 那它是只有在iOS上面才可以使用的 那它是可以 比如說在iPhone啊 或者是iPad上面 用那個前置的照相機 就可以捕捉到你的臉部的這個動態 那要注意的是這個 你的這個iPhone的版本呢 必須要是在10以上 就是X以上 10,11,12,13,14這樣子 才可以用 因為呢 需要這個前方的照相機 是有那個深度捕捉的 這個功能才可以 那在更老的版本沒有 所以至少要iPhoneX以上才能用 好 那這個的話就 你要個別在那個iPhone上面下載 那這個的這個setup 就是安裝的部分 我就不做介紹了 因為就 在網路上其他教學資源都有 那大家請去自行的參考 那那個部分的話 因為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所以我這邊就不多做介紹了 好 那這個地方還需要等一下 那我懶得切影片了 所以大家就稍等一下 那如果 不想等的話 待會反正影片結束之後 你可以跳到後面去這樣子 好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好像沒了 這個就可以先關掉 這個可以先關掉 這個好處就是 它 我現在是用的試用版 那 試用版也可以導出 那也可以在這邊進行控制 是覺得還蠻好的 好 那安裝好了 應該說 import好了之後呢 我們 還需要做一件事 對 忘記說了 剛才 我們還需要download的一些這個 藍圖就是這個 blueprint blueprint的東西 那 blueprint的download的這個 連結在這個地方 原本教學的這個 explore more 呃不對 是download the live link face sample files 那你這邊的話要按 就是 你要先複製這個連結的 就是link 然後你再按 再到新的tab去按enter 那這樣就可以下載了 那下載完之後呢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長這樣子的 有兩個asset file的 一個檔 一個資料夾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東西複製 然後呢 我們在我們的 unreal project裡面 比如說 我就可以 新建一個 新建一個資料夾 叫做 blueprint 然後我們把那兩個東西貼在這裡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 unreal裡面來 我們找到剛才 貼過來的這兩個 那個blueprint 那這邊的話 跟原本教學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 這邊的話 我們就不用複製這個檔案了 我們就直接雙擊 double click 然後它會問你 could not find a skeleton etc 然後我們就按yes 然後yes的話 它就會讓你選擇這個skeleton 我們就選擇剛才 import進來的這個 Camellia的skeleton 然後按ok 好 那我們的這個藍圖就出來了 我們把它移到這個地方來 好 那接下來的設定呢 就跟原本的教學一樣 我們要到這個 Event Graph的 不用 Event Graph還不用設定 我們到Anim Graph 我們把它打開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要設定iPhone的地方 我們把這個 往下拉 然後 這邊的話就要打開你的iPhone了 然後要打開你的iPhone 並且要確保你們兩個東西是連結在同一個 那個區域網路上面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找到我的iPhone 然後就 把它取代過來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設定那個 表情的變換的那個morph的地方 我們要在右邊這個retarget這裡 retarget asset這裡 原本是num 我們要把它設定成 那個ex plus 但這邊怎麼沒有啊 好 我們先設定一個這個好了 然後 我記得還有一個地方需要設定 應該是Event Graph的這裡 Event Graph的這個地方 我們要設定這個 就是Evaluate Live Link的這個地方 我們要設定成iPhone 好 那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不對 這個為什麼沒有ex plus 正常來說這裡要有一個ex plus remap 就是我在這裡尋找 有了 這樣子有ex plus remap了 不知道為什麼剛才沒有 但正常來說這裡會出現一個ex plus remap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把我們的那個表情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是這樣子笑 那那個臉部的臉頰都會跟著一起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眨眼睛它也是一樣可以就是成功的把那個 我的表情retarget到這個角色上面 好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的設定就告一段落了 那接下來就是把這個東西移到這個場景裡面來 那接下來就讓大家自由發揮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非常簡短 希望是 好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